剛剛跟林辰說那個金華城容積率案 是不是說要徹查之後才成為引爆金華城的關鍵 當然不是 如果大家去看怎麼新聞持續 去年11月 我大概記得11月或12月的時候 選區的議員許淑華議員 就曾經在這個質詢的時候 公開質詢蔣萬安市長說 金華城這個800市的超高容積率是否合理 這是我當時第一次聽到金華城這個案子 有這麼高的容積率 當時因為很多同事都嚇到 然後接著應該是今年的1月的時候 監察院的報告出來以後 正式糾正金華城的這個容積案有重大為師 那再來就是2、3月的時候 整個包括說台字光、北視科、金華城整個引爆 所以我印象所及 郝市長他4月提的時候也是看到許多新聞 已經在鬧得沸沸揚揚了 所以他的受訪的時候好像也是提到說 他看到新聞提到說800市 他覺得難道沒有問題嗎 我想大家都一樣是當看到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也嚇到說台北市其實從來沒有那麼高的容積率的相關的案例 當然現在有人要轉移焦點說 高雄怎麼樣高雄怎麼樣 每一個城市的基準容積率都不一樣的 你只能用這個城市過去、現在、未來去比 你跟別的城市比是沒有意義的 高雄、台中、台北都是不一樣的基準容積率 你去問住一、住二、住三也不一樣 公一、公二、公三也不一樣 商一、商二、商三、商四也不一樣 高雄有商五台北根本沒有商五那怎麼比呢 所以你只能就台北比台北 如果連101的容積率都比金華城低的話 101是市政府的BOT案 那可以告訴我金華城是何德何能 他可以拿到這麼高的容積率 而且是創設出來的 所以不用去比副援影 潘東潘西的、咬東咬西的 那個咬其他城市是沒有意義的 其他城市自然有其他城市的議員去監督 我們就就台北來看台北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你可以在台北 找到同樣高的容積率的案子 那我們再來檢討 那如果你要去講高雄國賓 那也可以啊 台北國賓、高雄國賓都是為老獎勵 台北國賓還拿到40 高雄國賓只拿到36 那台北國賓是柯市長任內給的 是不是要再開一個新案呢 我覺得這種咬法對柯市長不一定是有利啦 那我個人是不喜歡這樣子 胡亂去拉扯 或者是胡亂去砍拖啦 這個砍拖到最後會打到誰 這個回力標會打到誰還不一定 但是對於案情的釐清 是沒有幫助的 對金華城這個案情的釐清是沒有幫助的 大家一定要想到底現在是要 互單一一個政治人物還是要互金華城 要想清楚我們到底是要在互什麼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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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